外密体它是属于这30年来发展的最新医学技术 所以目前 大家如果未来要使用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大家好我是探家车医师 今天很开心来每一支跟大家聊聊外密体 外密体其实是细胞因细胞之间沟通的一个工具和桥梁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平常就像是住在公寓大楼里面的住户 他其实不能够随便的离开家里到外面去 这时候他想要传递讯息给他的亲朋好友 他就必须透过外密体这样的一个讯息包裹 来把讯息传递出去 外密体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 于是现在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把它培养 分泌出来一批品质稳定的外密体的颗粒 然后应用在人的皮肤美容内服外用的各个的不同的层面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目标聚焦在再生医学的外密体 以及兼职干细胞这两个再生医学最主要在讨论的主题 其实呢外密体刚刚所说的 它就是每个每个细胞之间沟通的桥梁 必须要先在实验室里面把干细胞培养好 然后经过专业管控的流程之后 分泌出来外密体的个囊泡 接着啊再经由注射啊或是内用外服啊等等的方式 送到人体需要的部位 刺激你自己的身体来达成再生修复的功效 兼职干细胞呢 它则是具有再生修复功能的活的细胞 它的来源可能有从自己的脂肪 那你萃取出来 也有可能是从带里面分离萃取出来的活细胞 这些活细胞在取出来之后 一样在实验室里面经过培养增值 成很多很多很多的数量 再经由注射的方式送回到人的体内 这些干细胞它在你身体里面促成修复的方式 就是透过外密体的讯息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的优缺点 大家现在比较起来呢 在再生医学使用的外密体价格比较低廉 稳定不容易变质 活的这个兼职干细胞 就受到这个预输储存等等很多的变相 另外啊外密体它也能够在实验室里面 好好的管控它的品质 以及每个外密体它里面包含有哪一些重要的讯息 只有外密体才能够穿透大脑的邪脑胀病 不过呢外密体的缺点就是 它是属于消耗性的产品 每次打完呢身体没有办法再再生制造 必须要不断的一段时间去做补充的动作 而干细胞呢它没有办法通过神脑障壁 所以在身体里面的应用范围有限 不过它有自我再生增值的能力 在施打上面不需要像外密体这么多次 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外密体它是属于这30年才发展的最新医学技术 所以目前各家厂商呢 他们不管是在培养重划分离上面 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大家如果未来要使用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使用的产品 它有没有经过国家的规格的把关 并且它是不是真的适用 你想要的身体的治疗的区块哦 兼职干细胞呢 由于它是属于干细胞治疗的范畴 所以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注意 使用的干细胞和的来源 以及细胞的安全性的问题 同时啊 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的再生医学法的规范 才能够为自己的健康把关哦 今年2024年6月4号 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再生医学双法 也就是再生医疗法 以及再生医疗治疾条例 除了它把医疗机构 还有医师必须要符合哪些相关的规定 才能够进行再生医疗以外 它也提到哦 非医疗机构是不得执行再生医疗的哦 另外啊 在这个细胞的来源的部分 目前也还没有开放使用一体的 比如说植物啊 或者是动物的干细胞来进行人体的治疗哦 那针对再生医疗治疾条例的部分呢 则是稍微的放宽了适用的范围 所以过去啊 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能够适用这些 再生医疗的最新医学科技 目前呢则是放宽 当你有这个医疗的迫切需求的时候 在安全的范围之下 就可以让大家来应用更多更多的再生医学的产品了 外密提啊 它有两大功效 第一个呢 它是可以促进组织的再生与修复 对于像我们肌肤真皮层 有一些胶原蛋白啊等等的流失 它能够促进它的再生 所以对于有一些常常打雷射啊 皮肤常常做一些破坏性的治疗的人 他到后来可能会皮肤好越来越难再生 然后越来越能修复 皮肤越变越薄 这个时候外密提就能够加在他的疗层里面 去帮助他的皮肤可以修复再生的更好 然后再来呢 它另外一个功效是可以调节免疫功能 有抗发炎的作用 对于有异味性皮肤炎 止漏性皮肤炎等等的问题 外密提它能够很好去帮助这些人 改善以前很难治疗的皮肤症状 再来呢 对于皮肤的很多的斑点啊 其实也都是因为内在的这个慢性发炎引起的 在生医学的外密提也能够去帮助我们皮肤 对抗各种不管是抽烟熬夜等等 造成了皮肤的老化 改善了皮肤的弹性 光泽度 斑点 暗沉等等最恼人的肌肤问题 那针对很多人在意的雄性突啊 这些落法的问题 目前有很多的厂商开始针对 深法的需求研发相关的外密提的产品 另外像一些慢性的困难愈合的伤口 外密提可以去促进这些困难伤口的愈合跟修复 并且可以减少疤痕组织的产生哦 那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啊 都在外密提的课题上面 认真的研究和努力的发挥 台湾当然也在这个浪潮上面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 以及医疗研究单位 正在努力的发展出更安全更稳定 而且规格统一让大家安心使用的 外密提的产品 相信大家在不久的将来 就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 可以安心的使用 并且享受最新医疗科技 带来的健康好处啰 第一学法的香瓜龟 我直接重来对不起 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 阿展的商业技术 那黑豆 自己毁了自己的ending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认识好了 我们认识快速调查 我们否认识快速到 这个东西 感谢观看